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大学是特别的美好的 住宿舍嘛 每天能够跟从宿舍的哥们一块出去搭着气 大学会有非常多的自由的时间 和朋友出去玩啊什么谈着恋爱啊什么的 可以搬出来不用跟父母住在一起 一年级对于我们这些表演类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 每天要早起出成功比较累 其实艺术生的大学生活其实比高中还要惨 外面有锁门了 躲在教室 把门锁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始开灯 自己排练 真的是连夜排 所以大学的生活 其实当我实际上去读书的时候会发现 很不一样 跟那样的设想很不一样 但我觉得有趣就是在这里 如果一切都按照你原来想象的发生 可能就没有什么惊喜了 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学校当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分享 让他们能少走弯路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一些挫折或怎么样的 都可以主动地从逆境中走出来 准备了太多太多东西了 但是都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我也没当过老师 很紧张很忐忑 在三个月上我们要见到成效 是模子是模子得拿出来 咱溜溜看了 我们已经不叫它叫真秀了 更多的是架构类的纪实 这我一来我就几乎啊 一定是这辈子没经历过的呀 谁还要问吗 起码有十年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 我一买得到几乎没怎么生 就闭着眼就顺跑 那种叠终叠 就没法过 我就死给他们看 无死角无监控的生活还是很刺激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一起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的纪录片将带领大家走进一年级背后的世界 其实是完善整个湖南卫视的七少年的一个链条 学龄前儿童有爸爸去哪 我们去年又做了一年级 变形级可以说是中学生的一个写照 大学生是一个空白 去年做一年级是在填补空白 今天做一年级的大学级也是在填补空白 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 创建于1945年12月1日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 学校正式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 在70年的历史当中 上海戏剧学院培养出了无数杰出的戏剧人才和知名演员 这些广为人质的明星们都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年少的求学生涯 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银屏 并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 对于观众来说 上海戏剧学院既熟悉又陌生 上戏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学习表演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未来的明星们在学校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随着一年级的播出 这个中国最顶尖的高等艺术学校 也在一层层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因为在北京有中系还有北电还有军艺 中系和北电我们都去看了 一个是他们自身的需求可能还暂时不在这里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学校的历史也好环境也好 包括学校的开放度和支持度也好包容度也好 我们觉得上戏可能是最强的 所以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上戏 既然选择了上戏 节目中的一年级新生 自然就是学习表演的一考生 但出人意料的是 节目并没有选择上海戏剧学院 今年招收的正式生 而是通过海选 出试 复试等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八名 来自不同方面的旁听生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快懵了 又想哭 又想笑 特别特别的兴奋了 特别高兴 当时我就绷不住了 我就开始大哭 跟我妈打电话 他们当时都不信 他们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是不是被诈骗了呀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别人 不想把这种兴奋给表露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 没有腔调 没有讲 所以说我表现得非常的淡定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阶段 蹦到另外一个更高的阶段了 要去完成更好的任务 很珍贵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我也没有上过大学 他们当中有杂技演员 高中美术生 音乐学院的学生 也有表演系进修生 韩国练习生 以及半路出道拍过电影的 表演爱好者 他们性格迥异 外形各有特点 人生经历身份背景也大不相同 节目紧紧围绕他们 讲述了一个特殊的一年级故事 其实很多学校里头 最后正儿八景成名也好 或者是成家也好 他可能不一定就是 正规院校正儿八景毕业的 他很多也可能就是 当时这个学校的旁听生 他们都有一个爱表演的心 但是就没有这个很好的途径 有一级日常 但是也没有合适的机会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全国各地的人出世和副世 最后就选了八个人出来 学生确定好了以后 最头疼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选择谁来担任老师 在这一点上 节目组演习了上一季的做法 找来四位具有代表性的知名演员 因为他的主科是身材行表 有四门嘛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 表演形体和台词这一块 就是科班毕业 然后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的 这些优质明星肯定是首选 不是 去袁杉杉吗 不是 这么巧 什么叫袁杉杉啊 是吗 他们也是我长得特别像 所以喊我过来的 我觉得你比电视上骗那么多了 我没 我还没上过电视呢 就刚好 刚来嘛 看着演技 我都看着 袁杉杉是四个老师中最年轻的 与学生们年纪最相近 在第一集节目当中 他甚至在旁听生中间潜伏了几天 对他来说 似乎更适应学生 而不是老师这样一个身份 首先我当表演老师 一开始我是很紧张的 因为首先我是这四个老师里面 最年轻的 我怕让学生们幸福不了我 所以我当时要决定 来当表演老师的时候 我就从两个出发点 一个呢 是希望通过 我自己的自身经历 能就是能给大家一些鼓励呀 也希望他们不管什么时候 再步入社会了 如果遇到一些挫折或怎么样的 都可以主动地从逆境中走出来 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 佟老师 黄老师 他们算是老前辈了 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他们 我也希望和他们能在一起共事 能在一起上课 其实也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机会 就是两个出发点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这个像女孩子声音 不需要再大 再大 快加速 快 加速 你们要动 要动起来 加速 加速 快 快 23岁那年 黄志忠是以专业第一的身份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 20多年来 他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 他上课的时候 震得住场 压得住台 这让两位女老师羡慕不已 但对于担任台词老师 黄志忠同样有自己的担忧和考虑 想象的和实际操练的 还是不一样 因为他给这个时间太短了 我们就三个月嘛 在三个月上 我们要见到成效 要完成最终的一个汇报考试 他一旦动作 行动 他就说不出来语言 一旦考虑到台词的这个 我要把它土字说清楚 我要这个归音 土字 要做得非常好 于是他的动作就忘掉了 所以很矛盾 因为这个需要两到三年 才能够完成这个训练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学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 确实对他们也是很难 也是为难他们 开玩笑跟同学讲 我说我们的皇家教学呀 这个皇家训练营啊 皇家教学法呀 是超出了我们这个 教学大公所要求的 因为没办法 特殊问题 特殊对待 刘云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进入中系以前 他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因此在形体专业上 刘云的功底是最扎实的 他似乎应该是老师们中间 最有信心的一个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其实我跟他们第一堂课 上课的时候 我是很紧张的 一排人齐齐地就站在那里 等我上课 我虽然背了很多课 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我还是在我发言的时候 被自己的口水噎了三回 我的心脏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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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想再怎么样 我得扛在那里 我不能露怯呀 辅导员是必须跟学生 打成一片的 特别亲密地打成一片 但是你上课的时候 你要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才会有这种威严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是最难的 我一度就崩溃了 生活中跟他们打成一片 说上课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听我的 但上课对他们非常严厉 下了课以后你再去宿舍 想跟他们 像生活辅导员一样亲密 他们会觉得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 你刚骂完我 你现在又来给我好吃的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 现在还在这两个角色中 我在探索该怎么办 作为班主任 佟大为似乎是一个 无可争议的人选 上海戏剧学院是他的母校 从1997年开始 他在这里度过了 四年的大学时光 累了就来这两天就累瘦了 对呀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当学生的时候没感觉 但是当老师看 我看你那个西线演得越来越好 有有 谢谢 你虎妈妈妈演得都不激 有有有 就是您学一下 好 好 换觉的 我也好想回学校啊 这种感觉好好啊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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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够紧 够够够够 应该不够那么多 但是让你自己想办 这么便宜啊 我刚进校的时候可以四块钱 吃三个菜 两婚一素 吃得非常好 给我来一份那个米饭 刚才这排骨蛮好吃吗 先给我来一份排骨吧 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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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时间 好久时间 给我来米饭 确实是现在食堂的那个 那些打饭的阿姨有很多 是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在的 一次打饭 每次那个饭和菜都会比别人多一些 给到我 就是一样的价钱我会比别人多 少一点 少一点就行 少一点不要太多 师傅 再来一点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 放这就行了 是吧 就很感谢这次学校和咱们这个 湖南台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让我回到学校 确实是特别想把自己从上学 然后到毕业这些年的很多经验 跟我的学生们去分享 在第一集节目中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肃严格不苟言笑的佟大为 而学生们也对这个班主任心声敬畏 下边画不过来 回不来 那你就不是个作演员 为了拉近大家与佟大为的距离 袁珊珊特意策划了一次捉弄行动 没想到却事与愿违 其实那是他们第一次帮我搬家 然后搬到那之后大家都在我房间玩 后来是觉得佟老师后跟他们接触的 会有一些距离感 想去捉弄一下佟老师 希望他们可以在老师和学生之间拉近距离 我当时因为在备课 那天下午要上表演课 他第一次进来 我觉得可能是学生要跟老师 建立一个认识或者是了解 想快点熟悉起来 两次以后我就发现 他们应该是故意的要做些什么事情 你们这边好像缺点什么 缺点 少一种气氛 不 老师那我们以后天天都能见面吗 你就一个箱子 跟你这箱子摆着不好看 学生跟老师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是让我觉得有一些反感 因为就是你可以跟老师开玩笑 但是我们在不熟的时候 你跟我开玩笑 就在我看来就有点过了 然后佟老师可能又生气了 佟老师生气了 然后少明明特别害怕 然后我们又让少明明各种送糖 送什么 吃下个粒 谢谢 很滑毛两分三分五分 我们还没吃小粒 老师怎么不喜欢笑呀 该笑的时候笑 不该笑的时候就笑 我都是后边的两三次 都是让他很快地出去 因为我不想 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针对我的一个玩闹的事情 影响我下午的这个备客 但是呢 我隐约听到他们那边 还在嘻嘻哈哈地在闹 然后我猜他可能会过来 因为我后来我就把门给锁上了 我就等着他走我的这个后门 我要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记住 做事不要走后门 做事要有个度 跟老师不熟的时候 不能开玩笑 你从那个门进来算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叫走后门你知道吗 你没事走后门 这叫学做人吗 把东西放回去 把窗户给我打开 我觉得不熟的人 我就是我还真的挺严肃的 因为不熟悉 你到我的房间来 这个事情 那是睡觉的地方 虽然是一个寝室 但是那毕竟是我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 你这样的话 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 从哪进来从哪出不去 以后有事从这进来知道吗 知道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是不合适的 然后呢 这个门你要怎么走呢 然后他说 又有什么事 从这门给我进来 让我准备从这走的时候 从哪个门进来了从哪去 在一年级中如此严厉的佟大为 生活中其实真诚随和也很有幽默感 节目开播前一周 在上海举行了媒体典议会现场 我们就看到了佟大为的另外一面 这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准备场上来的 但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选戏节目 演习中的就是在学习中的也是 是在演一场戏 没事吧 你别说了 还有现场的观众 你们看完了 这不是一整期的节目 你们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说好看不好看 好看 十分期待 十分期待 我给你们讲 刚刚在看的时候 小宝财知道 他们在寝室发微信的时候能被拍得到 因为我们在房间里安的摄像头 特别高清 其实离得很远 但是那边有人 监顾室里头有人在跳那个焦距 是能看得到 所以是特拍的 也是固定的行为 所以包括镜子里面有那个监顾 他们都是不知道 都是录了很长时间 突然发现有一天 镜子里头晚上亮灯会闪 他们才发现 原来镜子里头 他们在化妆吹头巴的时候也能拍得到 所以真的是完全计时的 没有剧本 第一次有人忘了 那个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头 我见过的是袁珊珊 他有一天是要我们上课 上课我们俩要一块在群中做练习 他一开始穿了一条裙子 然后我说你别穿裙子 赶快换条裤 我们今天要跟学生一块做练习 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到房间里头 从裙子换裤子 当他把裙子脱掉 撅着屁股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他好像有一个监控正对着他的屁股 您好我想问一下同工师 就是在节目里 我看到你送袁珊珊礼物的时候 你为什么把礼物就是别在腰间 要把玫瑰放在胸口那里 因为那天就是自己没有想很多 像给他一个惊喜吗 对包衍了一杯 然后直接就出去了 是送了珊珊老师礼物 没有送大为老师 或者其他老师教师节礼物吗 我当时真的真的没送 没送 没送 为什么 而且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听说有这一段 我以为是假的 他还真送老师花 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活动是什么样的 谁被淘汰其实不重要 并不代表说谁不好 或者谁比谁差 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什么 除开节目录制中的花絮和趣闻之外 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佟孟石和赵顺然之间的故事 而很多人也第一次知道了 戏剧学院独特的甄别制度 就整个这一学年的期末 我们会有一个甄别考试 然后当年跟我一块甄别考试演一个双人小品的 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在甄别考试当中 因为专业被甄别了 所以就是在那之后 我就更加珍惜在学校里面这种学习的机会 我们是四年淘汰制 每一年都有甄别考试都要走人 所以这是一个无形的压力给你 你要拿到毕业证 你要拿到你的学位证 不敢掉以金星 甄别制度是上海系旋非常有名的制度 你就算你被招进来了 大一你表现得不好 你大二再见 这是一个上系的一个传统 也因为这个传统 这里的学生更加珍惜在这里学习的机会 面对即将到来的甄别 不光是学生 老师们也感到非常紧张 而且责任重大 为此他们精心上演了一场 以假乱真的争吵对手戏 这场系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至今还有学生表示怀疑 认为那一天是真的吵起来了 而所谓演戏给大家看 不过是自圆其说而已 就我们那天下课以后 好多学生还在那儿就是很紧张的 老师很生气了 包括下了课之后 然后同学还在问我 王老师是不是你刚才真生气了 我说你觉得呢 我说您是真生气 我一直觉得他们是真的 我并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这场声思历劫声色俱厉的争吵 到底是事先精心策划的 还是当时真实发生的呢 跟大家说一个情况 下午我们上表演课 我们俩要大吵一架 在那堂课的前几天晚上 大学老师跟我讲 明天咱们有个环节 咱俩要吵起来 我提出这个想法 老师之间也不太熟悉 然后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配合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有点难度的挑战 我们当时也没有对脚本 也没有说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然后这有一个点 我们要相对顾应 我说当你说到哪句话的时候 我要进入 然后他想了想 他说我说到这句台词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来 我那好吧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白痴的训练 我们将来是要演人的 不是来演动物 出乎了意料 因为我们只是说吵架 我们四个并没有去提前沟通 具体吵架的内容 因为是我们是人为的 在做这个事情 但既然做嘛 假戏要真做做得要想 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人 都吵得面红耳朵 要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来干嘛来了 我们是 我们如果 因为我们 我跟黄老师 我们都属于演戏很走心的这种 就即便是知道这个事是假的 但是真的吵完之后 心跳也会加快 这个情绪也很长时间才能平复 吵了很久了 我看大家都吵得都赶快都快断气了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折 就拿着包 我说不是我们提我们的意见 你们接受不了 我们走吧 最后我们走的时候 黄老师还摔了一个椅子 把椅子都摔坏了 我想好了 我说我要来这么一下 所以从开头第一句我进入 到最后摔椅子 这整个的过程 你得逐渐地往上走 顶到那个位置上 你才有这样一下行的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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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出来 我老同志你们不能让我生气 我真生气啊女人 我这不心脏不舒服啊我 吵得最后都心脏疼了 然后黄老师已经完全 心脏已经受不了 因为黄老师本来心脏就有问题 他有的时候会吃一些 酥脚救星丸 心脏疼疼会跳得很厉害 他那天是出来以后 直接就不行了 就靠在那个墙上 心脏很疼 虽然我们三个在做练习 但是那一刻在同学的面前 我们必须把它呈现出来 最真实的状态 知道这是假的 但是那个吵架的情绪是真的 所以真的把同学吓坏了 最终石头的表现 还是超过了赵顺然 而老师们一致地 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当时的表现 我觉得佟孟师还是要稍微胜出一点 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上讲 他的台词帮了他的忙 然后这个赵顺然呢 我觉得他的条件非常好 我一直为这个同学感到可惜 他是个重庆小孩 他的语言帮不了他 我想如果那天换成他的母语 他会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是普通话教训 石头和小宝对于我来说都很优秀 我们最终做出决定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 虽然我心里比较难过 但是我觉得对于男孩子来讲 多经历这些 早经历这些 可能对于他来讲 一定是件好事 一定不是件坏事 让佟大为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师们费了这么多心思 才决定留下佟孟师 结果他居然拒绝签字 上来 把这学生手册签了 我现在不能签 因此我们才看到节目中 他的这种表现 这份学生手册就放在这 签不签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走 逞英雄雄不是这个时候逞的 而且后来我跟他讲 你错过一个机会 你就会错过一连串的机会 就是赵宝刚导演跟我讲的 叫一步走错步步走错 我不希望很有前途的一个苗子 去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随便我很生气 你要不签就给我滚蛋 佟老师很生气走了 不签就滚蛋 黄老师也很生气也走了 我本来也想跟着走的 但我突然看到珊珊 她拿着学生手册去劝石头 而且特别特别动情地在劝 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过 快签了 珊珊基本上把她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珊珊还哭了 我看到那一刻我就突然 我就没有走 我就远远地看 我想听珊珊是怎么劝的 我也想看石头最后是怎么样决定 我不想因为她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毁了她之后 我已经算是一个 有一点点精力的人了 我考虑的事情会多 那么第一 你签了这个 对你自己是一个机会 你不能这样青年放弃和不珍惜 第二呢 是其实她这样的话 照顺然会更难受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把签了 似乎让我有点不高兴的是 小宝还在旁边 特别懂事地说 石头别这样签吧 石头最终在学生手册上签了字 也许就在石头签字的同时 赵顺然也做出了不辞而别的决定 人的义生没有这么顺利 十全十美的 一定要经过一些曲折 一些低谷 我送了她一个T恤 是一个兔子 那个兔子的耳朵是向上的 说你要向她的耳朵一样 一直往上走 我去上课之前我还说 我说你别走啊 我说那个 我等我上完课下来 我们所有人给你一个很棒的 一个欢送仪式 那好 没问题 我等着你们 结果我们上完课回来 她就不在了 我拼命地发微信找她 她一条微信都没有回 所以她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难受 就第一次为学生哭 就是为了她 几天以后她回复了我 晓军老师对不起 我只要想到 大家送我走的时候 那个场景 你们肯定都哭 我就不想让自己 当着你们的面 永远的 所以我就想走 我说她是个非常懂事 然后非常有礼貌的小孩 她非常有责任感 他能照顾好班上的每一个同学 很多很细小很细节的东西 我注意不到 但是小宝他可以注意得到 而且到学校的时候 他看我的箱子会比我还重 他就会过来主动帮我提 他非常的努力 而且他有困难有心事 他不会跟别人说 自己一个人会去承受很多的事情 这样他之后 能把他自己的优点保持下去 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 在今后的路上都能 非常勇敢地去面对挫折 因为也许这些挫折就是你的财富 随着赵顺然的离开 一年级第一期的故事也结束了 接下来一年级会开始新的故事 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故事 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 也最珍贵的一部分 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 最美好 之间的故事也成为 最美好 在此点上 第二边 最美好 最美好 只能不能死 给最美好 更美好 来